第一部分,Side Talker Extension更新,来到Stable Diffusion Web UI上,点Side Talker 这是Side Talker旧版本的画面 来更新Side Talker版本,点Extensions 点Check for Update检查更新 Side Talker在这里 老阿贝只要更新Side Talker,所以把其他的Extensions都取消掉 只保留Side Talker这一个,点Apply and Restart UI按钮来更新Side Talker 老阿贝的网路有点慢,把命令提示资源 叫出来看一下 OK,跑完了,点重新整理 点Side Talker 这是更新后的画面 第二部分,下载Side Talker Checkpoint Models 因为Side Talker这一次的改版跟ControlWare 1.1改版一样 舍弃了旧有的Checkpoint Models,所以要先删除旧的Models,再下载新的Checkpoint Models 先关闭Stable Diffusion 打开档案总管 来到你安装Stable Diffusion WebUI的目录下,找到Extensions资料夹 点进去 找到Side Talker资料夹 点进去 把这里面的档案,把这里面的档案全部删除掉 点这边 按滑鼠右键 按滑鼠右键把这个路径复制起来 来到影片的下方 点Set Talker Models下载连结 将画面往下拉 要下载上面这四个档案 下面这两个不用下载 点第一个 点这边 再按滑鼠右键把刚刚复制的路径贴上 按Enter键 就会来到Side Talker Checkpoints资料夹中 点存档 剩下的三个也全部存在同样的地方 下载完毕后 回到档案总管 第三部分 升级新版本Side Talker产生的问题 与解决方法 这是刚刚下载的四个档案 点这边 回到您安装Stable Diffusion Web UI 目录底下 点Web Boy U 再开启Stable Diffusion Web UI 先来是做一个影片 点Side Talker Side Talker升级后 第一次使用会下载一个档案 下载完后会继续执行 这边出现一个错误 老阿贝这一台电脑是AMD的 没有Q的 所以会出现这个错误 要您使用CPU来运算 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先把Stable Diffusion关闭 来到档案总管 在Stable Diffusion目录底下 找到这个资料夹 点进去 再找到这个资料夹 点进去 再点进去这个资料夹 这边档案很多 按键盘的T键跳到T开字头 找到Torch的料夹 点进去 这里档案也很多 点按S键找到这个档案 按滑鼠右键选择用笔记本开启 来到影片下方 把这一段复制起来 回到笔记本 打开寻找 将刚刚复制的贴上 点找下一个按钮 回到影片下方 复制这一段 回到笔记本 在这边贴上 覆盖原来的文字 把它储存起来 关闭笔记本 回到档案总管 开启Stable Diffusion Web UI 点SedToker再来测试一次 出现这样的画面 就表示运作正常 SedToker升级就完成了 跑完了 点来看一下 谢谢大家 祝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一鞠躬 今天的影片是讲解 如何升级 SedToker 上面的功能就不做解说 刚刚的Stable Diffusion Web UI 是还没升级 1.3以上会遇到的问题 如果您的Stable Diffusion Web UI 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SedToker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这一个Stable Diffusion Web UI 已经升级最新的版本 会出问题是因为 Gradio 版本太新 目前要把版本降低 才能让SedToker 运作正常 来测试一下 如果没有降低版本 会出现什么错误 如果SedToker更新后 出现这样的错误 表示要降低版本 才能正常运作 SedToker 让我们来降低版本 回到您安装 Stable Diffusion Web UI目录底下 找到这个档案 用笔记本开启 找到Gradio 真是考验老阿贝的老花眼 在这里 把后面版本数字 改成3.31.0 像这样 关闭笔记本 点储存 再开启 Stable Diffusion Web UI 检查一下 是否版本已经降级 再来跑一次 SedToker看看 有没有问题 OK SedToker运作正常 这是老阿贝更新 SedToker所发生的问题 如果您的SedToker更新后 还有其他的问题 再麻烦您将错误讯息 贴在影片底下的留言区 大家来讨论看看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影片对您有帮助的话 再记得帮老阿贝 订阅 分享加按小铃铛 谢谢大家 祝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一句功